跳过绿卡这个要求 就直接当兵 那当兵之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规划成为公民 算是非常快捷的一条路 阿兵哥 想来美国当兵 需要哪些条件呢 或者是人就在美国 我想要当兵 需要哪些条件呢 那阿兵哥呢 今天就在这里 跟大家解答一下 那你需要哪些条件 才可以在美国当兵 那首先呢 你们需要知道的是 美国现在有六大军种 六大军种分别是 陆军 海军 空军 海岸卫队 海军陆战队 以及最新成立的太空军 那这每个军种呢 他们呢 都对年龄有一些要求 也就是说 你第一次当兵的年龄呢 像是以陆军的现役为例好了 那你不可以超过三十五岁 也就是说 如果你超过三十五岁 那你就不可以再来陆军当兵了 如果你是还没有服役过的话 但是如果你是去空军 那就这个年纪的话 就可以放宽到三十九岁 至于性别上 那是没有要求 不管你是男女的话 你都可以在美国当兵 这个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如果你是一个外国人 那你现在想要在美国服役 现在是新月二零二一年了 如果你现在想要在美国服役 你是一个外国人 那你至少需要有绿卡才可以 也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没有美国绿卡 那很抱歉 现在你是没有办法当兵 那有人可能会问 那我之前有听说过 留学生就可以当兵 为什么现在没有了 那这个是叫做Movany专案 那这个Movany专案的话 是从2008年起 一直到2015年停止 只大概开启了这七年的时间而已 那七年之后呢 就没有再继续进行下去了 这个专案本身是为了解决一些美军的燃眉之急而开设的 也就是说这个专案本身是留给一些专才所用的 例如如果你是在美国念医学院 你是医生 医学生 或者是你是护士 就是护理师 注册护理师 之类之类的 这一类的工作 那你就可以很轻松的通过这个Movany专案呢 跳过绿卡这个要求 就直接当兵 那当兵之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规划成为公民 虽然是非常快捷的一条路 可是呢 这条路在2015年之后呢 就停止了 何时会再开启 这个没有人知道 除了这我讲的年龄 性别 以及后你需要有绿卡 或者是你本身就是公民 这些条件之外呢 在你跟征兵官谈过之后呢 征兵官会帮你预约后 去参加一个考试 这个考试叫做SVAP SVAP这个考试呢 主要是考一些什么东西呢 这个东西其实超级多 要考你的英文 要考你的逻辑 要考你的文法 要考你的单字 这是英文方面啦 英文方面 那英文方面之外呢 还会要考你的数学 考你的机械 考你的科学 就考你的物理和化学 以及你的生理 甚至哦 还会考一些关于医疗的知识 如果你没有这些基本的学能的学能的话 那你要考过这个考试就会非常的困难 只不过呢 你并不需要考很高的分数进入军队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分数考的不够高的话 在军中有很多比较好的职业 也就是冰科职种 你是没有办法选择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选择一个你觉得会比较好的冰科职种 那你一定要考一个高分 不过呢 SF的考题 非常的冗长 这个冗长到什么程度呢 也就是说这个考题开始从开始作答一直到你结束 大概要花四个小时到六个小时左右 你是在电脑上面答题吗 你要在电脑上一直坐着 坐大概六个小时左右 完成所有的考题 最终呢 他会给你一系列的分数 根据这一系列的分数呢 你可以去选择一些你可以做的冰科职种 但是如果你的分数太低 你可能就只能当火防兵啊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